夫妻走在一起三十八年 这是天大的缘分 你们知道 人与人之间要成为终身伴侣的可能性是多少吗 科学家有数字 是五十亿分之一 五十亿啊 尤其是 在你遭遇病痛 妻子不离不弃 把你照顾得这么好 你刚才说 他照顾得不好 照顾得不好 三十老可能有你这样的状态的吗 你的老伴 不但照料你 照顾你 还要被你骂 你经常生别人的气 气坏的是自己 而且有些气 你真的没有道理 照顾当中 他一个女性 很累的 很烦的 慢一点 表达一下情绪就可以了 不能这么大的生气 真的要气坏自己的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另外就像余老师说的 大哥他是个病人 三次脑梗 这个真的 能有今天状况你的功劳 但是 因为他是病人 又是你最亲的人 我们对他 多包容一点 牵浪一点 冷浪一点 没有办法 我也明白 他现在骂我 我都不知声 对 这是对的 他骂我 我不知声 你的气质了不起 因为是最亲的人 我们冷了 我们瘦了 但是我们也要为他好 我认为你们现在耽误自己 要做一件事情 不管他发怎么大的脾气 酒 也必须戒 喝酒的 不行 还正常呢 你不行了 你不能喝了 如果爱他 戒酒 戒烟 联合你儿子 形成共同体 好不好 王老爷子 我想跟你讲两个道理 第一呢 我 我 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